新城乡公所举办儿童节礼物颁奖典礼 乡长和立台准备了1136份的金美蜡笔和餐盒 赠送给陪德幼园的小朋友们 另外新城乡内各小学乡公所是依照学生人数与补助 由各校自行运用或者是赠送礼物 而各校校长也都很表示 感谢乡长和立台及乡公所团队支持教育也重视血统 新城乡公所儿童节礼物颁奖典礼 乡长和立台准备了1136份的金美蜡笔及餐盒 资送给陪德幼园的小小学弟妹 有园长带领着五名学童代表出席典礼 另外新城乡内各小学乡公所依照学生人数与补助 由各校自行运用赠品或是礼品 各校代表纷纷表示 乡长和立台及乡公所团队非常支持教育并且重视学童 是新城乡教育的好伙伴更是好推手 我们今天谢谢各位的出席 这个新城乡各个学校的校长老师的你辛苦了 小朋友儿童节快乐 儿童节快乐 孩子很可爱 因为我们是希望说如果新城乡有办什么活动 包括植树节啊 一些活动我们今天能够跟学校来多联系一下 然后申请学校拜小朋友来做亲子相关的活动 我会请社会课尽量来办仇物这样的活动 好不好 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但是主人翁长大之前 真的要受到学校还有乡公所还有县政府很多的照顾 才可以变成一个很棒的主人翁 那在这里要谢谢乡长 我们新城乡真的改变非常大 因为我也是新城乡的人 所以我会觉得说这几年来 这样子乡长的对新城乡的那种建设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也非常非常的棒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 感谢乡长 紧接着乡长和立台前往新城乡里幼儿园 鼓励小学童 孩童用大鼓表演 欢迎乡长的立临 乡长和立台将进行超学的儿童节礼物 这是我们给每位同学 这个老师在学校教育你们 家长在家里面带着你们 现在上下课都有我们的娃娃接送 甚至是有家长来接送 所以各位小朋友在这个地方来接受教育 接受这个我们老师的爱的一个舞蹈 各位小朋友在这边有没有高兴 有 我也是来觉得你们都长高一点点 现在和立台看到陪的娱乐园 以及乡里娱乐园的小朋友们都很有礼貌 给乡里小伯伴们赞许 也特别要感谢乡里每位教育工作者 认真五十的教导 今天的典礼除了祝福乡里的小学童们 更能够借此机会了解各校状况 以及需求加以协助 看到每位孩童晚餐的笑容 能够变成自己最大的动力 要努力让孩子有更好的成长环境与教育 记得金鸿义新神向我导 这场请不吝点赞订阅 这场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